台湾有许多的传统记忆 随着时代眼镜渐渐地消逝了 幸好始终有一群人 努力守护这些消逝中的珍宝 这位存台唯一的傀儡戏剧团的团长 是家传第三代的超偶师 以前傀儡戏是演给神明看的 只有在拜提供 动土结婚的场合才看得到 后来大环境改变了 他演出和邀约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有一段时间为了延续剧团 必须白天在市场卖鱼 假日还要去卖臭豆腐 才能维持生计 幸好后来他把傀儡剧 从过去的宗教仪式 成功转型为表演艺术 不但让傀儡戏登上了HBO影集 还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让台湾的传统记忆 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 因为我们有曾经植卑问他 比较喜欢看什么表演的细出 他就直接选择 他就捐那个咖喱戏 十一月十八日 共祝我们国际 林祖公林副仙姑 信誕千秋 现在我们来点头一尺 来竞云回复 如果有欢喜 金杯就第一尺 神明诞辰 普天同敬 邀喝左邻右舍 共向盛举 仙姑典戏演给他看 这任务可不是人人 都能胜忍 三桂九寇踏捧进台 即便做过千百回 薛英元依然带着谦卑的心 做好每个步骤 他更使出拿手绝活 向神明展现诚意 所以同时戏球的表演 他除了说 可以双手抛球 也可以单手换手 然后脚也可以踢球 然后还可以做劈腿 然后下腰倒立等动作 其实不在他的限多少 其实是在于他的动作比较多 那这些动作是由我们超偶师 去帮他设计的 一不小心看着入迷 木偶顿时有了灵魂 全靠薛英元的双手 舞动丝线 我阿公啊 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其实是只有八个 八尊啊 我们讲八尊傀儡戏 那八尊傀儡戏 就可以演出整套的这种宗教仪式 我爸爸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马 还有一个狮子来做表演 那增加演出的内容 连戏友都是一代传一代 薛家的剧团从阿公开始超过百年历史 布袋戏传给阿贝 傀儡戏则交给薛英元的爸爸 薛家儿子从小就肩负使命 但是傀儡戏是非常少众的 而且傀儡戏他的宗教仪式性非常的浓厚 他是所有偶戏里面最难表演 最难学习的一个剧种 对 所以阿公当时也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金钱 才去把这个傀儡戏学起来的 当时有交代说无论如何 不能把傀儡戏给放弃掉 对 那布袋戏没传承没关系 因为很多人都在演 他不会消失 但是傀儡戏就很危险 那时候有交代我爸爸 一定要把傀儡戏给传承下来 古早拜提供仇神泄土 才会出现的咖喱戏 原本只演给神看 传到薛英元手中 他要让一般人也看得懂 而且还要飘扬过海 准备来去看老金 不改台语发音搭配外语字幕 薛英元带着这些傀儡戏友 踏遍美国 西班牙 法国 加拿大土地 还登上外媒头版 儿子薛英阳跟着老爸 年纪轻轻已经去过好多个国家 走路都有风 我把我会的表现出来给国外的人看 我就觉得 然后他们又 他们给的反应又都很热情 所以就觉得还蛮骄傲的 对对对对 诶 初安伟了 今天如果没看到你那个 四中间大队的初评 对你来的 薛英元听从学者建议 让傀儡戏走向表演艺术 改变剧本 普罗大众都听得懂 也一改只有一位操偶师 独演的传统 这些变革不是理所当然 他不这么做 傀儡戏很快就要在台湾消失 严格来讲 在台湾这边 大概只有四个团还有在活动 有比较常态性的演出活动 那其他的团几乎都停摆了 早年南部喜庆都会请傀儡戏团 薛英元小时候跟着爸爸巡演 他早有接班准备 但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 那一直是到了25岁的时候 我爸爸故事嘛 对他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 那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走了 对那当时他也很担心说 傀儡戏到底有没有传承下来 我到底会不会 因为他没有看我在舞台上演出 所以他非常的担心 所以他在病床上 在医院病床上 他还说你拿录音机来我录给你 剧团的重担突然落在薛英元的肩上 没有实战经验 首次独挑大梁 30年后他依然难忘那一天 你专注在操我的时候 你就忘了怎么念 忘了怎么唱 你又专注在想这些台词的时候 又忘了我的动作 对就没有办法一心多用 对那当然就第一场演的是 外人看起来是有点糟糕了 然后觉得说就庙方那边有那些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就跟我讲说 你表演成这个样子跟你爸爸差那么多 你这场要给我们算多少钱 不能对不起祖先 但跟爸爸全胜时期一年有两百场演出比起来 薛英元当家时宗教需求已经砍半 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嗷嗷待哺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所以你早上在菜市场卖鱼 早上在菜市场 然后晚上要去 晚上去演拜庭工 那假日的话 那时候是早上卖鱼 然后傍晚的时候 到晚上这段时间就会去卖臭豆腐 因为那段时间其实 家里的经济不好 需要多赚钱 真厉害 手势要出来 真厉害 完全没有张力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如果张力要出来你是老大 薛英元更让傀儡系走入校园 往下扎根才能传承 但光靠他一个人撑不起来 张雪香以为当初嫁给爱情 但承担百年招牌吃的苦 比团长夫人的风光要多太多 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参加了宜兰一个童晚节 其实那一年刚好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人 就一个街头艺人 就要去一个月 然后团长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卖 因为你身体也 都有时候都会晕倒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鱼不要卖 我就跟他说不要卖 我们整个经济 那时候我们还有负账 我们整个经济是会下线 而且那个时候都还有买 我整个都是必须要投入器材的部分 他就跟我说 不会啦 你就听我的就好了 了不起欲望少一点 不要乱买东西 他们会觉得说跟着我怎么 要那么辛苦 那以前我们卖鱼的时候 经济都还不错 还可以过得去 整个鱼没卖了 整个经济都完全不稳定 有一餐没一餐的 对啊 甚至有时候可能他 还要跟他的姐妹调钱 这个月才会打得过去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张雪香自己也跳下来学操偶 还成为台湾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的女演师 但这个创举当年在薛家 可是经过家庭革命 就是长辈啊 姑姑 阿伯 阿妈 其实他们都很疼我 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 以前的礼宿就是没女儿 在学 你是怎么 你都跟那个阿姓 你怎么就要学多了 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 那时候听我的就是了 完毯公上 因为他也知道说 这种观念绝对要突破 不要在以前的时候 船子不船你 船内不船外 望不信我妹妹没有生到儿子 那怎么办 那不就断层了吗 是在胸口这里手握起来 手在哪一边眼神就在哪边 比起木讷寡言的老公 张雪香活泼热情 在学校开本授课 抢手程度不输给其他社团 原本如果没有操偶的话 它就是木头了 然后如果操偶的话 它会变得很生动灵活 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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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种三百形都没出来了 有什么 阿天老师会在那个 上课时间指导我们说 要怎么模仿那个 动角色或是声音要怎么出来 两个龙生纸 三个不用纸 就是可以操到偶 然后有学到闽南语 可以跟阿瓜阿嬷对话 操偶一出戏码 三十分钟演下来 他们几乎没有露脸的机会 真正只有下台谢幕的一分钟之内 能够露脸 但他们都很珍惜 每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 孩子一双小手 只有十只手指头 他不但要去熟悉 呕的操控 他还要同时能够 讲出适合他角色的台词 但我们其实很开心 孩子在整个练习的过程 是越来越充满自信 不用太大波 不要打到大波 打到那个顿点才有 薛音员也已经安排好 让三个小孩逐步接班 也让傀儡系登上国际影集 一再跳脱传统框架 我是想说 人家布袋系都能上到电视台 歌载系能上到电视台去 那我们傀儡系是不是 也有一天可以上到电视台 去演联剧 只要能够让傀儡系有舞台 有机会让他上台演出的话 我都愿意去尝试 薛音员用行动实践一生玄秘 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就专心做好一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邀请